今天来这个冯小刚电影公社 但我之前没有看什么攻略之类的 大概看了看 好像都是一些 之前冯小刚拍那种1942 芳华之类的民国时期的楼 就随便看 着急了 行吧 这个角度还错了 这是个平面图 但是它好像分街区要收费的 我可能就看看南洋街区 还有芳华 芳华是最点 双景区160那个 1942 芳华南洋 行吧 下塔吧 你好 欢迎来点公社 拿好票啊 里面还需要二十年票 我听到这歌最新鲜 登儿瓢登儿瓢 笑的说那个 哎呦呦 思思地里 拍一下 我怎么就上来就拍到这个人 这是谁 陈伟青 我看看还能看到谁 陈楚生 黄晓明 王俊凯 看来偶像明显在这边 有没有 有没有 啊 朱石帽 跟 一封 哎哎 这道脚啊 范老师 管虎 我从忘记了 韩哥 六帆 五亿帆 冰冰冰 许帆 真子丹 张国历 果然是老搭档 冯小刚的老搭档 冯小刚本人 先去南洋吧 找不到 抓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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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真的是拍照友好的地方 但感觉好说呢 就是空 两边那个楼还看着很绚丽 但是都是假的嘛 所以啥点人气 而且今天人也不多 点他好 下面是租衣服的 也挺奇怪的啊 那个也是租衣服的 我旁边也是租衣服的 怎么感觉看着像黄军呢 不像好人 富 南 茶 居 然后也是租旗袍的 戴口罩称旗袍 走到了这个南洋馆的边缘 这边还有楼还得见 远处也有在见 我觉得想赚钱好像也挺难的 这门票160只是来的人太少了 最后还是靠拍戏了 就是拍点不紧的钱就省 这动不动就代言伪军 不是伪军呢 这个大树没有办 这银票的时间也挺好听的 听到这个BGM挺好听的 这也没啥拍的 其实 听到有人提马了 感觉 最尾格的是个肯德基 在肯德基里面还有人在营业 走吧 这边应该是方华1942里边那个景区 国民政府抗战临时最高指挥部 刚才这边的人叫我去拍招 我没去 哎呀小孩说 这才是我挡的吗 苗苗来的 这是咱们说的什么钟楼就这 旁边有个假的大剧院 然后这有个新华书店 再往右就调了 为人民服务了 而且写的是 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站 一会儿进去看看 听歌 没了 我觉得这里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bgm 真的 恰如其分 这是排练厅 这是排练厅 这是那个里 这门口有一个广告板 有啊 进去 有偏大一点 刚才那个群学鼓炼那个屋子里头真的有人练舞蹈的 但他们都坐在旁边我也没有意思拍 然后我用那个镜子拍了一张照片 哎我是不是能拍出来啊 等会下啊 我用那个华为变焦然后对着镜子拍 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在拍的 能不能看吗 像这 能看到吗 对着镜子拍的 但是我站得很远 然后变焦变到右 右边那一块 有人的 就这 嚯鱼 还结着紧张 严肃活泼 这背景也没有对 他好像伤点小啊 咱们听得见 这是杀敌之后呢 旁边有门阵 但是最核心的呢 提高觉悟 这些都是磨叉 老师我不给你吃了 那不是我 我擦这饺子整得好香啊 哎就这 看从那谁出来的吗 我刚才从这进来 走 宿舍 ��� Carmelo 嘿嘿真为怕猫 这个地板身咔哼咯 倒是可以啊 是 我就说看着这边重庆 看重庆分社 我不太对 这边有一个重庆运行公司 然后重庆的台阶来了 重庆就合成这 出去了 谢谢 谢谢